OK 来 我们剩下 第七课 我们剩下这个 Zone Iklim Panas OK 热带地区了 剩下这个热带地区的 OK 这个Zone Iklim Panas 我们讲的是这个 Iklim Gurun Panas Gurun就是 沙漠 OK 沙漠的 日啊 OK 来看第一个 Iklim Gurun Panas OK 沙漠 气候 OK mengalami iklim yang panas dan kering sepanjang tahun 她们一整年 都是又热 又干燥的咯 好 第二 Contoh kawasan yang mengalami Iklim Gurun Panas adalah Arab Saudi OK Arab Saudi就是 Sati Alapur Sati Alapur都是沙漠的 OK 你们应该懂吧 OK 来看这个 jadual 它是讲着 Ciri Ciri Iklim Gurun Panas 就是这个沙漠气候 它的特征是怎样的 好 首先我们来看 它的苏呼 温度 它的温度是怎样 OK 它们夏天的时候 是很热的 温度大概介于 32度到36度 OK 你可能会想 我们这里也是差不多 这样子 OK 可能可以比较 不过它们是很干燥 OK 它们是沙漠 没有水 很少水 有水 不过很少 我们是潮湿的 我们又潮湿又热 所以我们不会这样辛苦 不过它们是很干很干 又很热很热 所以比较 上浮点 OK 比较辛苦一点 OK 来第二个 他们冬天的时候 就会大概有一个 16度这样的温度 不过它们早上 跟晚上的温差很大的 OK 所以它们的 一整年 一整年的平均温度 是大概25度 然后 就是一整年的温差 最高跟最低温度 减下来 大概是17度到 20度 一天的温差 是很大的 17度到22度 因为讲过来 沙漠 它们早上很热很热 然后晚上会很冷很冷很冷的 OK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它们的 非常的大 OK 一天里面的温差 是很大 可能早上 37度 可能最热到40度 然后晚上的时候 很冷冷 最低才 可能15度 你减下来就知道 它们的一天的温差 是很大的 距离很大的 OK 好 来到 他们的雨是怎样 OK 他们一整年的 降雨量 是少过 250mm的 所以是很少很少很少 特别的干燥了 所以这就导致了 可阿达安 哥上 OK 哥上是干汗的意思 干汗 写下去啊 哥上是干汗的意思啊 OK 干汗的汗是 上面一个热 然后下面一个干 OK 写下去啊 干汗 因为没有下雨 所以非常的干哦 然后又热 OK OK 为什么他们不会下雨呢 因为跟他们的风有关系啊 他们那边 阿达 沙udi 这个国家 他们的风是哪里来的 就是从东边来的 OK 然后他出来的风 不会带雨的 我是很干燥的风来的 所以就是 只有风而已 OK 没有雨的 不会带雨的啦 所以那个风出来 就是还是热风来的 OK 所以他们没有下雨 就是这样子啦 OK 他的特征比较少 写了啊 这个干汗要写下去啊 不然你等一下 以后不懂 他考试问你 哥达安 哥上 你不懂什么是哥上 OK 好 然后接下去 OK 到这里 这个沙漠的气候啊 对于人类的活动 造成了什么影响 OK 第一个 那边的人民 会进行两个活动 第一个就是 种植 OK 种植 他们也是有种东西的 虽然没有什么水 OK 他们种什么 来看 他们最主要种的植物 就是这个 哭妈树 哭妈就是 懂吗 红枣 知道红枣哦 你妈妈包藤 也是有用到的红枣 或者是来 包水的 红枣水啊 红枣啊 OK 让他们种这个红枣树 就是为了要得到它的 果实 OK 得到它的果实啊 可以来到 OK 虽然可以种植 他们的这个 pokokuma是种在哪里 种在这个 Kawasan Oasis Kawasan Oasis 叫绿洲 写下去啊 写这个下去啊 这是它意思来的 OK Kawasan Oasis 它的华语叫绿洲 它的意思是 Kawasan 这个KWS 是Kawasan的意思 Kawasan Yang Subo Dam Mbunyani A也有水 然后又 土地比较肥沃 种得起这个 pokokuma的 我们叫 Kawasan Oasis OK 写下去啊 这个 看了吗 OK啊 OK 所以他们的 pokokuma是种在 这个 Kawasan Oasis 然后又比较肥沃的地方 好 然后到C 它讲 Ladang Bua Kuma Utama Terdapat Di Wilayah Kasim Arab Saudi OK 主要的 这个 种这个 Pokok Kuma 的那个 Ladang 就是那个 场 是在 Kasim 就是 Arab Saudi 的一个地方 叫 Wilayah Kasim OK 然后 Dongki Kagiatan Pertanian Dijalankan Menggunakan Kaeda Pertanian Yang Modern Bagi Mengatasi Masala Kakurangan A 他们是用一个 比较 先进的方法 去种 这个 Pokok Kuma 因为他们 很缺水 OK 所以他们 要用 最神水的 方法 来种 这个 Pokok Kuma OK 好 然后 第二 它 Pentenakan 除了种植 他们 还有 Shimu OK Pentenakan 就是 养动物 Shimu 就是 养动物 好 看A 在这种 沙漠地区的人民 他们也是有 养殖动物 好 来看B Morayka Mentenak Gambing 他们养什么 养羊 OK Gambing是羊 Biri Biri 是绵羊 OK 有很多很多 毛那种 绵羊 Biri Biri Unta 就是我们知道 沙漠一定会有 骆驼 OK 骆驼 还有 牛 Lambu OK Lambu 好 然后C 我们看它 养这些 养这些动物 来做什么 OK Unta 骆驼 绵羊 还有牛 他们养来 是为了 得到它的 牛奶 OK 叔叔 它的 牛奶 它的 肉 还有它的 皮 OK 这三个东西 所以他们养这些动物 是哪来 拿到它的奶 它的肉 还有它的皮 OK 东西 因为下很少的雨 下很少的雨 所以 你加一下这个 加下去 加在这个 加上的后面 很简单 OK 沙漠还是会生植物的 不过它们的植物 它们的草 是非常的 稀少 OK 又少 然后又Ranet Ranet 是很短的意思 矮矮的 懂吗 Ranet是矮矮的 不像我们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空地 如果没有人打理的话 或者是你看那些空物质 没有人理 那些树啊 草啊 又生到长 长 根本就看不到 那个地方了 OK 可是沙漠不一样 沙漠的草 是不会生得很高的 只会Ranet的 Ranet就是矮矮的 又矮又少 OK 又矮又少 OK 这些又矮又少的草 就是 那些 牛啊 羊的食物 Makanan Tanakan OK 它们的食物来的 OK 加了下去 这个Dan Renet 要加下去 OK OK 所以那边的草的特征 是加让党Ranet OK 来继续 然后 E Ladang Tanakan Unta terdapat di Hudai Biya Arab Saudi OK 那边的养殖场 是在哪里 在Arab Saudi 的一个地方 叫Hudai Biya OK Hudai Biya 然后 Ladang Tanakan Lambu terdapat Gurun Gurun Arab OK 然后 群目养牛 就是在这里 OK 这就是那个图片 养牛养羊的地方 不清楚 黑黑的 你刚才看到黑黑吧 一大一大黑黑的 对不对 OK 好呢 就是这样 OK Ikling Gurun 就是这样 比较短的 OK 就是没有讲了 没有了 讲完了 OK 这课就讲完了 OK 这些字要写下去 不然你不懂的 OK 然后我们看 Ladang Tan 知道吗 我看Ladang Tan了 OK 你们看Ladang Tan OK 这个第一题 可以做了 做第一题的 这个 Ciri Ikling Gurun 就是沙漠气候 它的特征是什么 你可以在这个格子 这边找到 这里 这里 OK 写重要的就好了 OK 这边找 And then Yeah 做这个先 先做这个先 Ciri Ikling Gurun Panas 哎呀 我们一起做啊 等下 答案又不一样 又要改 麻烦了 OK 来 等一下 我们一起做 我们一起做这个 OK 沙漠的特征 就是 第一个就是 在大家印象中 就是沙漠就是 很热 又没有水 很干燥的 对不对 所以写下去 Panas OK 又热 又干 Dankering 一整年都是这样的 一整年都是又干 又热的 OK Sepanjang 打混 Sepanjang打混 就是一整年啊 OK 这是它第一个特点 又热又干 一整年都 又热又干 OK 为什么它会又热又干 因为没有水 对吗 它热就算了 它还干 没有水 为什么没有水呢 因为它们的降雨量 因为它们的降雨量 特别少 对吗 它们的降雨量 才多少 250mm 罢了 OK 所以你写 Hujan Tahunan Kurang Dua Latus Limabulu M OK 它的降雨量 少过 250mm 就是为什么 它特别的干燥 OK 来写下去啊 OK 然后下一个 它除了没有下雨 很干以外 它还会怎样 刚刚刚讲过了 对不对 沙漠 早上很热 晚上很冷 对不对 所以就造成了 它们一天里面的 温差是很大的 OK 所以是 Jul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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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hu 我们写一天的 Harian Sangat Bursa OK 很大 它们一天的温差 是香草很大的 OK 然后它还有一个特点 刚刚里面 Notes 没有的 这个要写下去啊 OK 就是它们会有 沙尘暴 你们听过 沙尘暴吗 就是有大风来的时候啊 那个沙会被吹起来 OK 沙尘暴啊 那个叫沙尘暴啊 那个叫reboot reboot passing 它们会有沙尘暴 是在几月到几月呢 OK Antara 不是不是 Bada Nay 在五月 在五月和六月的时候啊 May May Dann June OK reboot passing 就是在五月和六月的时候 它们会有这个 沙 沙暴 沙尘暴 使下去啊 那个 法语 意思 reboot passing 沙尘暴 这个可以reboot passing 叫沙尘暴啦 好的吗 可以下去了吗 可以了啊 OK OK了我们来看这个 Chiri Iklim Kawasan Siberia OK还记得Siberia吗 Siberia是Under Zone Sajut Sederhana的 OK Zone Sajut Sederhana的 OK所以我们现在来写的Chiri 它的特点 它的特征是什么 OK都讲了 Zone Sajut Sederhana就代表 它很冷的OK 所以我们可以第一个写 它是Musim OK Musim Sajut Zone Sajut Sajut Zone Sajut Sajut 四九 这是他其中一个特点啊 就是他冬天的时候 时间是特别长的 可能好像是几个月 十二天 八个月他的冬天 有八个月那么长啊 八个月都是处于冬天 所以很长咯 时间很长 冬天的时候是很冷的 是零下几度的 这是他其中一个特点 然后它是属于 Iklim Sajot Sederhana 对 Iklim Sajot Sederhana 所以你写咯 它是Iklim Sajot Sederhana Iklim Sajot 是在北极那边的啊 这个是Iklim Sajot Sederhana 它是属于 中等的 因为它有四季的分 它有秋天 冬天的 OK 然后他们冬天的时候 是零下零下的嘛 对不对 所以会下雪 OK 下雪我们叫Zumla 就是它一共 Zumla Kepass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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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的降雪量 大概是380mm到550mm 降雨量 所以降雨 Kepassan是下雨啊 降雨量 OK 然后它会下雨 也会下雪 因为那边算很冷很冷的啊 所以他们会有 那个 叫什么啊 下大雪的 OK 这个叫 Reboot Saoji OK Reboot Saoj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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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雪的速度 大概1小时80km 这样子 所以是蛮大的 OK 很快一下的啊 喂 去哪里哦 My God OK 哦 嗯 看你 然后我们可以写 然后我们可以写 它的温差 这是写年份的 OK 一年的温差 也是香差蛮大的 OK Bassar 因为它有分冬天 跟夏天 秋天那些的啊 所以它冬天 都是特别冷 零下 零下几度的 它的夏天 应该是有到 20多度 所以它的温差 是蛮大的咯 一年一整年下来啊 OK 然后刚刚讲过了 Ikrim Siberia的话 它是 属于Zone Sedhana 所以是有四季的 OK 它也是有夏天 刚刚这边讲了 它的冬天是很长的 所以夏天的话 就是很短哦 OK Musim Panas Pandek Dan Sedhana Panas 它的夏天 不会到很热的啦 最多也是 20多度这样子 10多度 20多度 这样它的夏天 OK U短 才四个月而已 它们的夏天 大概四个月而已 维持四个月 我就变成冬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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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嗎 好了嗎 我繼續了嗎 OK圈圈題我們做完鳥的 然後這個也是做了 OK這個我不講多一次了啦 因為前面有了的OK 不要再重複了啦 所以這個你可以看回去你前面那邊的 OK一個一個box的 Gurumbana就跟我們講的咯 他的區域 怎樣蹲掉是什麽 OK然後我們繼續下去這邊這個做了 做了做了 OK剩下 OKGurumbana last one 是嗎 last one OK對 來我們來做這個 Gurumbana last one 夏天的 OK他的Pertanian他們種什麽的啊 他們只有種一種植物而已 叫Poko 那個紅棗樹啊 叫Poko Kuma 對嗎 OK所以你寫Panaman Poko Kuma OK他們 他們 剛剛講過他們種這些紅棗樹是為了什麽 為了什麽為了它的果實 對不對 它的果肉 所以 U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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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da Vanya 句好就可以了啦 OK Panaman Pokokuma 這很簡單只有種一種東西吧 就是紅棗樹 OK 然後到這個Pengaro Iklim OK它那裏的沙漠氣候怎麽影響它去種這個Pokokuma 就是為什麽它可以種那個Pokokuma咧 剛剛講過了對不對它把那個Pokokuma是種在哪裏 種在一個地區的還有一個名字的叫Kawasan Kawasan什麽啊 Oasis 對嗎 綠洲啊叫Kawasan Oasis OK所以你可以寫Pokokuma DiTanam DiKawasan Oasis 可以寫啊Sachara Ladang 就是好像一個農場這樣子 農場這什麽場啊 種植場這樣子啦 可以大量的種植的 OK 種那個Pokokuma 誒這是第1個啊 OK然後第2個為什麽這個Pokokuma可以種在那邊 因為它的原因是喔 這個Pokokuma可以打汗 它的最低溫度是它可以打汗7度 然後最高至到40度都OK 它可以在那邊生長 OK所以我們寫Pokokuma Dapat Dumbu Dumbu就是生長啊 Dumbu Dumbu Badu Badu Suchu 7度 那個度你自己寫啊 7度 Hinga 40度 OK 他們可以種的Pokokuma 因為它可以打汗 它零下7度 它也可以 欸不是零下7度 它7度它也可以生長 到40度它都OK的 就是這階段的溫度它都可以生長 所以就他們才會種這個Pokokuma咯 好 是 OK好了啊 OK好了我們到Penternakan OK 畜牧業就是養動物的啦 他們養什麼動物啊 我還記得嗎 養駱駝 綿羊 羊 牛那些咯 OK所以我們寫 Unta Unta Cambing Biri Biri Dan Lumbu Deterna OK 剛剛講他們種這些牛啊 羊啊 來做什麼 第一個是得到他的奶 對不對 OK寫我們寫 Unta Mendapat 得到他的奶啊 Mendapat Susu 和他的肉 Daging 看什麼 OK綿羊還有 他有拿到他的毛 OK Buru Dan Kulit 還有他們的皮 他的皮也是有拿有作用 可能拿來做衣服還是做什麼 K Kulit 就好 OK 所以在沙漠地區的人類 他們養動物 養什麼動物 養 Wnta 駱駛 駱駛 綿羊牛 為了得到他的奶 他的肉 他的皮 他的毛 OK他的毛 Buru是毛啊 然後我們看的Buru Iklim 就是沙漠的氣溫怎樣影響他 第一個 剛剛講了 對不對那邊下雨量 降雨量特別的少 所以導致他們的草喔 生的很少對不對 又少又矮 對嗎 OK所以我們寫啊 Jum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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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jan Tahunan JumlaHujanTahunan Kurang Kurang Menyebabkan Rumbut Tumbu Renek Renek Dan Jarang OK 就是他們還是會生草 不過他們的草是矮矮的 又很少而已的 然後第二個 這些草 這些草就可以做為 那些畜牧動物的食物囉 OK 我們可以寫 Rumbut 而是 你會做到 這裏 前面 是 好了吗 ok 这个meeting要end了 等一下end了回来 我们再继续讲里面写着先 来end了按同一个link进回来啊